造神 造神 这样的一个传说是真的吗? 其实造神在人间的崇拜里面 称为师命真君 师命就是公师的师 命运的命 师命真君就是造神 然后祂跟你常常在家 祂知道你所作所为 有善的 有恶的 然后祂都有记录 都是由师命真君来记录 那祂记录完了 到了好像是说年底的时候 祂上天去禀告这个上帝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怎么样? 禀告一房大帝 这个人怎么样? 祂就给你增加福分 增加入位 增加财富 或者增加寿命 如果这个人不好的话 他就给你减寿 减路 减财富 减官位 或者这个样子 所以古代是很尊敬 师命真君 他以师命真君 就好像住在那个造 那时候才叫造神 那古代这个厨房很重要的 那个那里面是吃饭的东西 煮东西的地方 它是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就是在那边的 我们讲说头上三尺有神明 还是有基督的神 因为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知道的 做任何事情 连你做梦 他都知道 我们以为说 人做梦 大概佛菩萨不知道 其实知道的 好像你在那边睡觉 那么他的脑海里面 他会产生一种 一种影像出来 那是在做梦 你在这个做梦 你一直在那边做梦 其实如果是天王 我们佛教有讲说 是天王寻寻日 是大天王 是守护人间的天王 他经过你的屋顶 看到你做的梦 他都可以看得到你 你做的梦 就在屋顶上在那边表演 那他经过 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他都有记录 所以连做梦都记录 何况一些 这个实际上的行为